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好 这是由国立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所提供的整合管理基础线上课程 我是王志远 现在让我们来谈一谈第13讲社会责任的部分 首先 让我们现在聊一聊动机跟目标之间的差别 很多的人会想念大学 但是到底你为什么会想念大学呢 如果问到这个问题 可能某些人会说 因为父母要求 也有人可能会告诉我们说 因为大家都跑来念大学了 当然也有的人可能会从比较就业导向的角度来告诉我们说 因为他希望以后可以赚大钱 但是如果我们问到你要怎么样子才能拿到大学毕业证书的时候 某些人可能会说 我要努力的把书念好 也有的人可能会说 不管靠实力或者靠作弊 至少我一定要每课都过 也有的人也会说 犯错的时候要记得我是学生 还在学习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 我可以犯了很多的错误进行学习 最后拿到大学的毕业证书 如果我们再问到社会对于学生有什么期待的时候 我们可能听到的答案会包括 学生应该好好地念书 好好的学习 并且想办法摸索一下自己未来人生的方向 有没有注意到 在这样子的讨论当中我们发现到说 学生他去学习的一个动机 进入大学的一个动机 跟社会对于学生的期待 这两方面来讲 他未必呈现一个标准的对应关系 可是事实上 尽管学生的动机可能是来自于说是 例如像是说 大家都这样做 或者父母的期待 但是对于学生而言 不管怎么样子 当他是学生的时候 他是会希望至少满足到 社会对于学生的一个指标 其中可能包括说 至少我要拿到大学毕业证书 类似像这样子的观念 也可以拿来比对一下 社会和企业之间的一个关系 对于企业来讲 我们要问的第一个事情是说 为什么某些人会想建立企业呢 这个时候 可能某些人他会告诉我们的事情是说 企业为了要赚钱 因为就像经济学所讲的 当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的时候 则这个社会自然而然可能会达到社会利益的总体化 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企业家都抱持着这样子的心胸来建立企业 很多的人在建立企业的时候 他可能他的观点是认为说 我希望透过创立一个属于自己的王国来实现自己的理想 而这些可以算是企业成立的一个动机 但是为什么在这个情形之下要有企业的存在呢 也就是说 企业该怎么进行他的行为 符合社会的期许呢 这个时候 可能我们可以得到的答案是来自于说 企业本身他的存在是来自于他可以创造社会的价值 因为 只有当他创造了足够的社会的价值的时候 才能够让消费者付钱来取得这些价值 进而达到企业本身赚钱的可能性 除此之外 在这种情形之下 企业要能够赚钱的情形之下的时候 可能也包含到的事情是说 对于这个企业的创始者而言 他可以帮社会创造了什么价值 为了实现这样子的理想 所以他让企业去进行创造这类价值的工作 只是附带的 让消费者来用付钱的方式 来取得到这个企业所创造的价值 所以在这样子的讨论当中 我们可以听到两种不大一样的观点 首先第一种叫做古典的观点 在古典的观点之下 企业存在的一个目的 就是一个赚大钱这样子的动作 因为股东创造企业的动机 就是为了让企业来赚大钱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企业他本身该做的事情就是 我要代表股东的利益 存在的目的就是要想办法尽量的赚钱 赚钱 赚大钱 然而这样子的观点逐渐受到了很多外部的挑战 它的理由在于说是企业本身 尽管我们是认为你可以赚钱的 但是在这种赚钱的过程当中 你是否真的可以给我们提供足够的价值 还是你可以用各式各样的一些方式 用不择手段的方式来赚得大钱 从这样子的角度来看的时候 现在的观点比较主张说 企业还在赚钱之余 必须要去兼顾到厉害关系人各项的一些利益 同时在这过程当中 企业存在的一个目的 并不是只有赚大钱这一项而已 它还必须要能够兼顾到 企业本身可能潜在的一些经济责任 法律责任 伦理责任 跟慈善责任等等 在比较古典跟现在观点之后 第一个问题出来了 企业到底主要是在追求谁的利益呢 在古典观点之下 企业最主要追求的利益 是要代理股东来追求利益 因为股东他们出了钱来投资这个事业 他们投资的目的自然而然 就是为了赚钱赚钱赚大钱 出此一个并没有其他的目的 而在现代观点之下 大家则认为企业存在的目的 是为了追求利害关系人的一个目的 那么什么叫做利害关系人呢 利害关系人所代表的是来自于说 他们的一些福祉 会受到企业行为影响到的任何的一种群体 这些群体当中可能常被包含的 包括例如像是员工 顾客 企业联盟当中的伙伴 外部的一些社会与政治的团体 企业的股东 企业的竞争者 企业所在的一个社区 跟企业同时参与的一些产业 或者组织的工协会 还有跟企业打交道的一些公益商 政府 那至于外部的媒体等等 这些人都可以算是企业的一些利害关系人 在这种情形之下 这些人 他们所要的一些东西 可能是不大一样的 在这种情形之下该怎么办呢 在这种情形之下 企业他该做的事情是说 尽量的想办法来平衡 这些利害关系人当中的一些利益 不要因为过度的追求 某些利害关系人的利益 而伤害到了别人的一些利益 例如像是如果为了赚大钱的话 最好的方式是 可能让员工的薪资达到最低 而且又利用最好的一些手段 来降低成本 使得供应商赚不到钱 进而去把他的价格拉到最高 让顾客可以用付出很多的钱 来买到一些很少价值的东西 当然这样子的做法当中 尽管肥了股东 可是员工顾客跟供应商可能都会受损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在现代观点之下的时候 我们并不能够用像这样子的方式 来去追求单一股东的最大利益 而忽略掉了其他人的一些利益的追求 除此之外 在现代的观点之下 企业本身并不是一个单纯 从经济上面获利的公司 事实上 作为社会的一员 首先企业也必须要遵守一些法律上面的规定 在他追求经济责任之余的时候 是必须要在法律责任的约束之下来进行的 除此之外 除了法律的一些约束之外 社会对于企业 还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期许或的要求 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们也会期待企业 他们能够遵守这些社会大众 对于企业行为当中的一些期许 这个部分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块 第一种叫做所谓的一个伦理责任 它所代表的事情是说 企业在它行事的过程当中的时候 并不能够对于企业 社会当中其他的一些厉害关系人 造成了一些伤害 这个原则叫做所谓的一个不造成伤害 都诺汉这样子的一种角度 另外一种 有些人则认为说 除了不要对社会造成伤害之外 企业事实上 它还可以进行一些善良公民 该尽的责任 想办法透过它的行动 来帮这个社会变得更美好 这个时候 在概念上面来讲 我们可以把属于像这样子的一些责任 称作叫做所谓的一种慈善责任 一般而言 对于基本的企业来讲的时候 我们会比较期许的事情是说 它能够同时在它所有的行动当中 兼顾 例如像是经济责任 法律责任 跟伦理责任 这些东西都必须要被满足 同时在行有余力的情形之下的时候 我们也会期许 企业 它可以能够扮演一个善良公民的角色 进到所谓的一个慈善责任的一个目的 这样子的观念 我们把它叫做 企业责任 金字塔的概念 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简单的比较一下 古典观点跟现代观点之下 我们可以发现 两者 差异最大的部分 在于说 古典观点之下 主要的观点是认为说 企业唯一该负责的 就是所谓的一个经济责任 而在于所谓的现代观点之下的时候 这方面的知识 则认为 企业除了经济责任之外 还有法律责任 伦理责任 跟慈善责任 对于企业到底该不该赋予 所谓的经济以外的责任 这个部分 就引起了相当的争辩 首先 某些人来讲 对于赞成 企业除了经济责任之外 还有法律责任 伦理责任 或者慈善责任的人 他们认为 第一个原因在于 这是来自于公众的一个期望 社会大众会希望企业 能够兼顾经济 跟社会的一些目标 再来第二点 是来自于说是 就长期利润的角度来看的时候 相对而言 有社会责任的企业 应该比较有可能 会有较为稳定的长期利益 因为 在你只有能够透过企业 创造更高的社会价值的情形之下 才能够让 社会大众的消费者 心甘情愿的 原因为了交换 这些社会的一些价值 而去付出他的财户 如果企业本身 是用诈骗的行为来做的时候 则在这种情形之下 消费者就短期内来讲 虽然有可能 会因为付出了一些价格 来去取得到一些 事实上并没有价值的东西 但长期来看的时候 消费者终究会觉醒 因此 为能够负起社会责任 创造社会价值的企业 迟早会被 社会所 遗弃 第三个则在于道德义务 很多人认为说企业本身 它应该要负起社会责任 是因为那是正确且应该做的事情 再来 也有人认为 企业可以借由追求社会的目标 来创造好的形象 这些好的形象 常常是驱动消费者 去购买某一些财货 的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除此之外 透过企业的一些参与 它事实上 可以帮这个社会创造出来 更好的一些环境 而帮助解决一些社会的问题 同时 当企业可以主动的 去创造一些社会价值 承担这些社会责任的时候 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们可以降低政府进来进行干预的一些动作 也只有透过政府降低它的干预 才能够去让这些企业 能够有更大的一些能量 来去创造出来 它所期待的一些社会的环境 除此之外 责任跟权力平衡也是相当重要的 因为企业本身 它拥有相当重大的一些权力 自然而然也希望 他们能够肩负起一些对等的责任 以达到责任跟权力的平衡 除此之外 肩负社会责任通常来讲 它会有助于企业长期的一些股价的上升 进而去创造真正长期稳定的股东的权益 而企业本身是一种拥有资源的一个实体 我们希望这些企业在拥有资源的情形之下 可以去能够帮助这些社会来创造一些 更好的一些公众的价值 或者进行一些慈善的活动 最后预防胜于治疗 企业应该在某些社会问题变得更严重 且在哪里处理之前 就能够给予适量的一些关注 以避免这些社会问题 创造了社会环境的一些改变 进而有违企业的一个利益 对于反对者来讲 他们也有各式各样的一些理由 例如像是 当企业要负起除了经济责任之外的责任的时候 它基本上就代表的事情是说 它违反了利润极大化的一个原则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企业唯一的一个社会责任 就是应该追求经济的利润啊 除此之外 这也稀释了一个企业的目标 他认为说 当我们过度去追求一些 除了经济以外的一些社会目标的时候 将会稀释掉企业存在的一个主要的目的 那就是经济的生产力 再来 追求企业责任以外的一些东西来讲的时候 事实上会造成企业的一些成本 那么这些成本是否要有人来补贴呢 再来 如果让企业也来负责到一些社会责任的时候 会不会反过来 让企业肩负的责任变得更大了 除了影响到市场的部分之外 也会让企业对于社会来讲 造成了过大的一些影响力 再来是 企业的领导者真的有能力 来去理解社会的问题吗 如果没有的话 那么我们去期许企业能够 除了解决经济问题之外 在承担更大的一些问题的时候 是不是过度的高估了企业的能力 最后 事实上对于企业来讲的时候 社会的活动跟企业之间 到底有没有相直接对应的一些责任关联性 对于某些人来讲 他们认为说 这上面来讲 事实上企业并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责任 在现代社会的通责当中 一般的共识是认为说 企业除了赚钱之外 也应该有顾及其他的一些法律跟伦理责任 例如像是银行业 他们就成立的一种 叫做赤道原则这样子的东西 来想办法去兼顾赚钱之外 其他的一些责任 所谓的赤道原则 Equator Principles 它基本上是一套所谓的 非强制的一些自愿性的准则 用以来决定衡量跟管理 社会跟环境的风险 对银行业来讲 这是他们用来进行专案融资 或者信用紧缩的一个原则 这个准则最早出现在2003年的6月 由一群私人银行所制定的 参与这些银行 他们包括 例如像是花旗银行 荷兰银行 巴克雷银行 跟西德益智银行 他们采用了世界银行 针对环境保护准则的标准 以及国际金融公司 他们的一些社会责任的方针 而形成了这套的准则 到底2017年的时候 有92家财务金融的机构 他们同时采购了像这样子的原则 而形成了一些事实上 De facto的一个准则 他们来协助银行和投资者 去了解他们该怎么样子来加入 世界上的一些主要的发展计划 以及对他们采用 融资之类的行为 例如像根据资道原则 银行这样子的单位 他们不应该去对于一些 有害于环保 或者是有害于人权的一些机构 去进行一些贷款的服务 例如像是 他们不大建议这些单位 去对于军火商 或者是对物品的贩卖集团 来去提供各式各样的一些金融的服务 除此之外 也有所谓的一个社会投资基金的出现 社会投资基金 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ing SRI这样子的基金 它最主要的存立的要件 是来自于 他们去使用某一些社会检视 Social Screaming 的一些技巧 来去把社会跟环境的一些指标 也放在投资的一些考虑上面 这类基金通常而言 他们并不会去投资一些 例如像是酒类 卤博 香烟 跟核能相关 武器 或者是跟一些有价格操弄 或者从事骗局的一些公司 去进行一些投资的行为 他也不会去投资 曾有在产品安全 或者员工关系 以及环境的评估当中 有不良 并且造成不良结果的公司 将他们来进行投资 来确保他们所投资的基金 这些所谓的标的物 是能够成功的负责 这些社会责任的一些机构 这些东西的存在代表的事情是说 现在有很多的公司 事实上外界的标准是期待 社会对于这些公司而言 他们认为说 企业除了赚钱之外 还有其他的一些赚钱之外的责任 必须要能够顾及 在刚才谈到企业的责任的时候 我们曾经提到过一个名词 叫做伦理责任 而在伦理责任当中 也一直在提到过说 很多社会期许 企业能够达到的事情 那新的问题出来了 到底什么是伦理呢 好的 所谓的伦理学 它基本上是一门讨论 道德价值的哲学 它最关心的是来自于 什么叫做对跟错的问题 当然针对什么叫做对跟错 这样子的东西 它是一个相当困难的一个哲学问题 自古以来 许多的哲学家都曾经涉足 在这个领域当中进行讨论 至于什么叫做对什么叫做错 事实上就哲学家来讲 他们各执一词 我们也很难说 到底谁讲的是对的 谁才是错的 所以在谈到企业伦理的时候 我们通常而言 并不会设下一个 一定的标准 去告诉别人说 什么叫做对的 什么叫做错的 我们只能够先简单的来讲 就是说 在社会当中有一些 大众对于一个行为者 包括像企业 或者个人的一些期许 我们先把这样子的一个期许的标准 先当做伦理来看好了 那么在伦理当中 我们就讨论到第二个问题 叫做伦理态度 什么叫做伦理态度呢 伦理态度指的事情是说 个人或者组织 他们觉得什么叫做对 跟什么叫做错的一个价值判断 当然 作为个人 或者作为一个组织 我们有许多的方式 来帮助我们进行这样子的价值判断 而这些判断之后 更重要的东西是来自于说 我们采用了什么样的行为 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们用伦理行为这个词汇 来代表 当事人或者组织 他们采取的一些行为 是符合我们社会大众 对于什么叫做对或错的伦理 态度当中的一个行为 我们把这样子的东西 称为是伦理行为 那伦理行为到底 受到什么样因素的影响呢 一般而言 当我们面对到一个决策的时候 可能会有对跟错的挣扎 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们把这样子的挣扎 称为叫做所谓的道德的两难 在这个道德两难之下的时候 我们在怎么进行的时候 这个判断的标准 可能会受到 我们的道德判断发展的阶段 而在这些道德判断发展的阶段当中 它会再次的受到 例如像是我们个人的一些特质 这个事情 它得有一个强度 社会结构的一些特性 还有我们所在的一些组织文化 都可能影响到我们的一些判断 进而使得我们 在我们的伦理态度 判断对跟错之后 去产生我们的一些伦理 或者道德的行为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 道德发展的阶段 一般而言 一个常常会引人 在思考的问题是来自于说 一个人到底是善还是恶 这个东西到底是先天的 还是后天的 为了回答这样子的问题 学者们他们去借助于 发展儿童学 他们的一些角度 去把我们每个人的道德 或者伦理标准的发展 把它用阶段的方式给定义出来 首先在每个人 他原先在一开始出生的时候 可能我们都会 根据我们本身的一些 被教导的东西 或者来自于我们的行为之后的一些反应 而做出最直觉式的一个动作 例如像是 我是一个老鼠的话 如果我今天听到了什么音乐 然后就有个食物跳出来的时候 则每次我听到个音乐之后 我可能就会做出一些期许的行动 这是来自于我们人体的一些本能的反应 而所谓的道德发展也是一样 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可能只会跟着我们父母 或者环境 或者长者的一些要求 我们会在这样子的成长的过程当中 透过遵守规则才不会受罚 这样子的方式 或者是说 我们发现我们做了某些的一些行为的时候 会得到奖励 进而利用像这样的一些 最为直接的一些奖励的方式 来形成了我们对于 什么叫对 什么叫错 的一些价值观 随着我们的成长之后 我们会开始 除了我们的家庭之外 也跟社会当中更多的一些人 有了一些互动 这个时候 我们可能会开始进入到第二个阶段 所谓的传统阶段 也就是说 一方面来讲 我们可能尽量会希望我们能够尊照着社会 大多数人的意志来做一些行动 因此 只有在这样子的情形之下 我们才能够不会去辜负 我们亲人 或者朋友的一些希望 同时 我们也会希望能够在维持 社会的一些道理之下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变成说是 我们可以在信守承诺当中 去维持传统的一些秩序 让我们更能够融入到 整个的一个社会里面 这个是在我们道德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到了第三个阶段开始 我们会逐渐的去养成一些 我们对于这些社会当中 既有一些价值观当中的一些省思 这些省思当中可能会 一 可能会逐渐的开始学会说 尽管我跟别人之间 可能有一些不大一样的看法 但是我也遵守别人的看法 我只希望对方 不要能够干预到我的一些想法 甚至到了最后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有一些人 他会有着更为强烈的一些道德感 尽管他的观点跟社会当中不一样 但是他还是会一样的 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 甚至会希望能够把自己的原则 拿来说服跟推广到他人的身上 这个阶段当中就是所谓的一个 道德发展过程当中的原则性的阶段了 在讨论完发展阶段之后 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 事实上我们对于什么叫做对跟错的一些判断 还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个人特质的部分 有两个个人特质会影响到我们的行为 是否合乎道德 那就是价值观跟人格 什么叫做价值观呢 价值观它所代表的事情是说 我们自己的一些是非观念 这些是非观念就很像是我们刚刚所提到过的 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 不管是在初期阶段 如果所谓的一个奖程 或者是在第二个阶段当中 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去想办法 符合社会携带的过程当中 而逐渐发展出来的部分 这个属于价值观的部分 而除了这个价值观之外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来自于一些人格的部分了 一般来讲 最容易影响到我们的 原理行为的一些人格变数 可以分成以下的两种 第一种叫做自我意识的强度 自我意识强度 Ego strength这个部分来讲 它所泛指的是说 我们个人信念的一些强度 一般而言 如果当个人的信念强度越大的时候 这些人比较容易去坚持自己的一个价值观 而比较不会去屈从 社会当中的一些期许 也就是说 他们比较容易 在刚才提到过的发展阶段当中 进入到所谓的最后一个阶段当中 去用自己发展出来的一些道德的标准 来去作为自己形式的基础 而另外一个部分 则是来自于所谓的一个 内外控的一个程度 Lucos of Control 当一个人他觉得自己可以成功的主宰自己的命运的时候 他代表的事情是说 他的内控程度越强 一般内控程度越强的人 他越容易去用自己的一些价值观 来作为形式的基准 而会将社会当中的期许部分给淡化下来 而反过来说 对于一个外控程度较高的人而言 他会比较容易去依据社会当中的期许 来决定出来什么叫做该做的一些正确的行为 尽管他自己个人的价值观可能并不是这么认同社会当中的一些主流的意见 他会觉得说当大家都这样做的时候 我这样子来做应该也没错吧 在重情之下他会得到一个比较大的安全感 除了刚才提到过的一个个人特质的一些变数之外 再来则涉及到的是来自于一些他所存在的一个组织当中他的一些结构的变数 一般而言会影响到伦理或者道德行为的变数当中 可能包括例如像是组织的目标 考核的制度或者一些讲诚的制度 以组织的目标来说 当企业设定成的目标来讲 如果并没有设定好的话 它有可能会导致员工的一些不道德的行为 例如像是对于某些的金融公司而言 对于他们来讲 他们会定义说 对于我们公司来看的时候 我们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想办法把我们公司的股东获得最大的利润 所以在这种目标设定之下的时候 当一个交易员碰到某些商品要进行交易的时候 他首先想到的可能是来自于说是哪一些产品 他的一个佣金比较高或者他的获利比较高 而尽量的把这样子的东西去推广给他的客户 而不是考虑他的客户到底适不适合这样子的产品 反过来说如果把我们组织的目标定义成是说 我们要想办法来帮助客户找到最适合他的产品的时候 这个情形之下我们可能就会把这个产品跟公司的一个 跟客户的一个配合的程度 滴入到我们考量的因素当中 这就是组织目标的一个要求 第二个再来自于说是考核制度的要求 如果说一家公司的考核制度 他是说只看结果而不是去管他的过程的时候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的员工比较有可能会在压力的情形之下 用一些比较不合手段的方式来去达到业绩的目标 最后是公司的一些奖程制度 如果当公司的奖程他是取决于目标是否可以被达成与否的时候 则在这种情形之下 员工比较可能会不择手段的来行事 而因此降低了他本身自己的一些伦理或者道德要求的水准 此外组织文化也对一个人的伦理判断构成了相当重大的影响 所谓的组织文化它指的是在组织内部当中共通的一些价值观 这些价值观它反映出来了组织所支持以及相信的一些理念 进而去创造出来的一个可以影响员工伦理或者道德行为的一个环境 一般而言某些公司会利用家族基础的管理 所谓的Values Based Management的方式来去引导员工对于各种工作的一些行为或的态度 例如像Timberland公司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运作的 而管理者的一些行为也会影响到员工他们的一些伦理或者道德的判断 如果当公司的文化本身很强势 并且它支持比较高的一些伦理或者道德的标准的时候 则在这种情形之下这家公司他们的成员可能会展现出来比较多的一些伦理或者道德的一些行为 根据一些调查显示 他说20%的员工他们认为他们并不会因为无病而请病假而感到罪恶 在一个公司里面来讲 我们要尽量去避免掉公司的一些行为也是很重要的 在这种情形之下 根据调查显示 有22%的员工表示说 他们曾经有过举发公司内部的一些不当行为 并且因此而遭到报复 在这种情形之下 这家公司很有可能很多的人对于不好的事情 他们只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而久而久之会让这家组织面对到很多不当的一些行为 另外一份调查显示 有3%的员工他们表示说 他们曾经让公司因为为了工作顺利 而在某些的品质标准当中应对到一些放水的压力 而进而屈服到这样子的压力 也有42%的一些员工表示 他们在公司的道德标准是非常的薄弱的 45%的公司表示 员工表示过说 他们曾经在工作当中看到过一些不当的行为 也有49%的员工表示 他们曾经在意外被给予接触机密文件的许可的情形之下 而偷看了一些这些文件 最后在一份针对劳工的调查当中 有4%的员工 他们都表示说 他们对于公司的领导者 他们认为他们领导者是道德的且诚实的 换言之 在86%的员工 他们都认为说 他们公司的领导者本身 可能并不是那么样子 会产生出合乎论领的行为 进而影响到 他们对于在组织里面 他们该做的一些事 对跟错的一些判断 这也造成了一个要求是来自于说是 如果我们期待 我们找到了一些 很多符合伦理的一些公司的话 我们在公司的组织文化里面 就不需要进行大规模的一些改造 除了这些组织文化 结构变数跟人格特质之外 现在碰到的这个事情当中 它的一个强度 也会影响到 我们对于一些事情当中 它的一个对跟错的一个标准 那么这些事件强度当中 通常而言 我们可以用以下的五个面向 来作为一种判断的工具 第一种是来自于伤害的程度 如果有一件事情当中 它可能是坏事 但是会受到伤害的人并不多的话 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们如果在组织文化 或者个人的一些特性之下的时候 我们有可能会觉得 就管是错了也没有关系 因为毕竟不会伤害到很多的人 特别是在于组织的文化 或者结构变数当中 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压力 再来 第二个是来自于说 对于受害者影响的一个集中程度 在这边来看的意思是来自于说是 到底对于受害者来讲 它会受到多大的一个伤害 如果这个伤害本身是很大的话 那么它可能会影响我们 让我们尽管在环境的压力之下 会避免掉造成像这样伤害的行为 如果说对于这些受害者而言 他本身受害的伤害并不会那么大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说 反正这样子的事情可能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所以无所谓 举个简单的例子来看 很多的人都会有违规停车 这样子的行为在发生 当我们在违规停车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觉得说 反正旁边的人稍微移一下就好了 所以尽管我们现在 无愧停车的时候 会影响到其他的人 我会觉得可能无所谓 因为影响并不是那么样的大 这就是会造成我们很多的人 会有习惯性的围停 这样子的行为发生 第四个是造成伤害的几率 当我们做到一些 可能不对的事情的时候 如果我们觉得说 这件事情虽然有可能 对别人造成重大的伤害 但是造成伤害的几率 并不高的时候 我们比较有可能会虽然知道这件事情不对 但是因为外面的一些压力 而屈从了这样子的一个压力之下 做出了一些不对的事情 第五个叫做影响的一个立即性 某些我们的行为当中 有可能会造成影响 但是这个影响不是立即发生的 当这些影响性的立即性越高的时候 通常而言会让我们在做这样决策的时候 会有一些更为在家思考的一个可能性 使得我们尽量去避开这些可能会造成伤害的不轮引的行为 但反过来说 如果这个事情当中 它的一个造成影响的立即性较低 就是说通常来讲 这个影响是比较远才会发生的时候 我们有比较大的可能性会做出一些 我们觉得可能是有道德遗欲的东西 但是我们依然决定把它做下去了 不过以上我们刚提到过的 我们个人的道德发展阶段当中 可能会形成我们对于价值观的一些形塑 再来我们的个人特质也会影响到 我们对于当我们的价值观跟社会的期许 起了冲突的时候 不会怎么样子来反映 而我们所处的组织里面的结构的一些变数 例如像组织的目标 墙城的机制 来自于组织的文化等等 都会影响到我们对于这些是非来讲的时候 或所感受到的一些压力跟诱因 而这些事件强度来讲 也会影响到 当我们个人的价值观 跟这些外部的社会期许当中的冲突的时候 我该怎么取舍 进而去影响到 我们碰到一个事情当中的时候 我们会采取到底是合乎伦理 或者是不合乎伦理的一些行为 除了我们刚刚所提到过的 个人的发展阶段 个人的一些特质 还有组织文化 结构变数 以及事件的严重程度 它会影响到我们对于道德的判断之外 事实上 在朋友的国家里面 我们也有可能会因为社会跟文化的差异 而对于同件事情 产生了一些对跟不对 可以做或不可以做的一些道德的判断 事实上对于在国外工作的管理者而言 他们要去想办法了解 不同的一些文化社会政治 还有法律当中 对于适当行为的看法是很重要的 基本上而言 国情的不同 让我们的管理者在进行伦理判断的时候 在跨国的场景之下 会多了很多考虑的一个层次 有一个学者就做Donelson的人 这个人他就曾经针对像这样子的问题 解释过一些建议 他的建议是来自于说是 当我们发现我们去国外投资的时候进入到市场里面 有一些行为是跟母国的一些文化标准 或者原理标准不合的时候 他有一个参考一个进行决策的方式 就首先思考一下 这个问题本身到底 他的立足点是在什么地方 就Donelson的角度来看的时候 社会当中有一些事情是自古不变 不管在某些国家当中都可能不能够被改变的一些价值 如果他有像价值观出现的时候 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 不管是在母国 或者是在他投资的在地活 他都应该依照母国的标准来行事 而第二种呢 他认为说这些母国跟其他国家当中 他的一个差异 是来自于相对发展程度之下 所造成的一个差异 举个例子来讲 像在欧美国家当中 目前大家的通则是来自于说是 聘请同工是一件相当不伦理的一个行为 但是在某些国家里面 因为他们的经济环境并不好 使得如果小孩子不出来上班的话 全家人可能都吃不饱 他的弟弟妹妹可能也会饿死 在这种情形之下 任用同工这样子的行为 到底是合乎伦理的 或者不合乎伦理的这样子的东西 可能是来自于一个相对发展程度之下 所造成的差异 所以Donelson的建议是说 当碰到像这样子的行为之下的时候 就会管理者 他一看先问问看一件事情 当我的国家在类似的经济发展程度之下 我们是否会用类似的方式来做这样子的事情 如果答案是是的话 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 可能这些管理者 他应该要放弃原先母国的观点 而尽量的去屈从当地人的观点 因为他应该相信 当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 可以变成像他母国一样的时候 自然而然会达到一样的一个水准 第三个是来自于文化冲突的一些展现 那这些文化冲突当中 例如像是举个例子来看 像在阿拉伯国家当中 他们对于女性跟男性的一些社会分空的角色 跟西方社会是不大一样的 所以在那些国家当中可能 一个女性的上司比较没有办法 带得动他下面的一些男性的部署 在这种情形之下 对于一个国家跨国的公司来讲的时候 到底该不该像母国一样 去把一些女性的主管给提拨上来的时候 可能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 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一般而言 当碰到这样子 是来自于文化传统的冲突的时候 这些来自海外投资的国家 他们应该要尽量的尊重当地国家的一些文化传统 除非这些国家当地的文化传统 已经违背了大家所公认的一个理想社会当中 他们应该有的一个基本的人权的一些表现 这是来自于怎么样子来处理 跨国环境之下的一个伦理或者道德冲突的建议 现在问题出来了 什么才是我们真正的一个 大家不可以违背的一些原则 不管是在经济发展程度之下 或者在文化冲突之下 我们都必须要想办法去处理的呢 这个部分来讲 联合国全球的盟约 可以作为我们参考的一个指标 在这个盟约里面 他们要求企业在他们影响力所及的范围当中 可以遵循支持或者执行一套核心的价值观 这些价值观包括人权 劳工标准 环境 一些反贪腐 首先在人权的情形之下的时候 他们认为说 我们应该就在尽可能的范围之内 尽量去支持跟尊重 国际人权的保护 以及说我们要确认企业不会滥用人权 在劳工的标准上面的时候 他的要求是来自于说是 我们应该要尽量去承认 劳工的一些结社的自由 跟共同进行劳资协商的权利 并且我们要排除 任何形式的一些强迫 或者义务劳动的动作 我们要想办法去有效的禁用同工 以及我们要消除雇佣 跟职位安排过程当中的各种的歧视 除此之外 我们也应该共同地尊重一些环境的部分 包括说我们应该要去支持环保的工作 主动负责提起提升环境品质的一些责任 以及说我们要鼓励研究跟采用 对于环境有益的一些科技 最后在反贪腐的原则当中 我们也认为说 企业应该要尽力的去抵制这些勒索 或者贿赂等等 各种形式的一些贪腐的作为 来去帮助我们全球 进行另外一个更为良好的一个社会 跟全球的环境 不管在跨国的环境之下 或者在本国的环境之下 社会上面都会期许 企业可以从事一些伦理的行为 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 对于社会的管理者而言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鼓励 我们的部署 也能够依照着公司的一个伦理的标准 来去采取一些适当的行为呢 事实上管理者是可以针对 利用各种不大一样的方法来去降低一些 不伦理不道德的行为 例如像是聘用有高的伦理 或者道德标准的员工 建立起一些伦理的规范 透过个案的方式来教导员工等等 这些方法可能任何一个本身 并不足以创造一个伦理的一个组织 但是当组织里面全面地成立这样子的道德标准 并且确实地执行各种不大一样的行为的时候 它就有可能对于组织的一个伦理的风气 产生相当正面的一些影响 这些行为当中可能包括 例如像是员工的征选 对于组织来讲 我们应该把人才的征选 例如像是面谈 考试 背景考核等等 都当作持续协助我们去了解 潜在的员工 他们个人的一些道德的发展 价值观自我的意识 其内外控程度的一些机会 并且透过仔细的标准 以及审慎的去评估 潜在的员工 在刚才提到过的这些面向当中的一些 所谓的一个标准的时候 是可以帮助我们去尽量的聘请到 合乎我们公司的一些伦理标准的员工 但尽管是如此 再仔细的一些挑选 还是有可能会不小心的 有一些过我们公司的伦理观 不同的一些员工 进到了我们公司里面 也因此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 我们应该想办法去建立出来一种 叫做道德规范 或者决策原则的东西出现 首先什么叫做道德规范书呢 道德规范书 Code of Estics 在定义上面来讲 它是一份正式的文件 在这里面 它会记载出来 组织里面的一些正式的价值观 跟这个组织 它对于员工所期许的道德标准 到底是什么 除了有这些所谓的一个 伦理规范书 或者道德观的书的发展之外 管理者本身也应该特别注意一下 首先第一个事情是说 组织内部的领导者 他应该要以身作折的 去示范出来这些伦理的行为 并且去奖励符合 公司要求的伦理标准 或者道德行为的一些员工 而所有的管理阶层 他也应该反复的重申 这些伦理规范 或者道德规范的重要性 并且坚持的 去对于这些违反规范的员工 做出适当的处罚 在制定跟修改 这些伦理规范 或者道德规范书的时候 也应该要考虑一下 对于组织 其他的一些利害关系人的一些影响 最后 管理者也应该要定期的 向员工强调这些 道德规范书当中的一些内容 以便让员工能够 正视这些规范书的一个价值性 而尽量的去让自己的行为 能够符合到公司的一些期许 在一般而言 我们也必须要能够 让员工去了解一件事情 是来自于说 这些伦理或者道德的两难 是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 很容易去碰到的 在这种情绪之下 员工应该要先理解一下 一 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 造成了这些伦理的两难 有哪些的人他们是受到了这些 两难问题当中 会被影响到的厉害关系人 在这个决策当中 如果我下了这个决策当中的时候 有哪些的个人 或者组织的因素 或者社会环境的因素 会去被我这样子的决定给影响到 同时我应该找寻出来一些 可能的一些所谓的一个 各种选择的方案 最后把这些方案 尽量的加以评估之后 来去找到一个 最能够去兼顾到 大多数厉害关系人 利益的一些 所谓的一个伦理两难的一个 决策的原则 除了设定出来一些道德规范 或者伦理准则 以及去报告说我们员工说 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建立起 各种伦理两难的决策之外 领导者本身也是相当重要的 因为领导者本身的一些行为 和他们的一些做法 就是形成公司的一个组织文化 以及影响到公司的一个 组织结构变数重要的来源 一般而言 企业营运如果要符合 伦理或者道德的话 则这些高阶主管的一些提倡 跟他们的一个自己的尊重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组织文化的一个养成 跟价值观的提倡 本身都是由高阶主管所主导的 而管理者的言行 他基本上可以算是 员工的一个典范 要记得上行下效 管理者的行为 他的影响力 其实比这些 他讲出来的 跟写出来的话来得更为重要 同时管理者本身 事实上是有讲证权的 因此 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力 来设定出来一些 适当的一些讲证的机制 来去建立起一个 合乎伦理准则 和伦理期许的一些文化的契纪 最后 公司的一些公司的目标 跟绩效的评估 也是相当重要的部分 如同我们刚在介绍 所谓的一个组织结构的部分的时候 也有提到过 组织的目标 绩效的评估跟讲诚之类的 一些组织的设计 它会影响到员工 对于伦理 或者道德判断之下的时候 它有种行为的展现 一般而言 在严格而不当的压力之下的时候 即使是持有高度道德观的一些员工 他们也有可能会因为 为了达成目的 而不择手段 而绩效的评估的重点 在一般而言的时候 我们通常会在乎 工作的目标 是否真的被达成了 但是如果我们只把目标 当然是唯一的一个评估的标准的时候 则员工可能会变成 比较不在乎手段 是否合乎伦理了 所以在这种情形下的时候 如果组织 想去维持员工的一个较高的伦理 或者道德标准的话 在绩效评估的部分的时候 我们的建议事情是 他们应该要把结果跟手段 都纳入到绩效评估的一个部分里面 除此之外 公司可能有必要进行一些伦理跟道德的训练 尽管很多的人他们会认为说 到底这些伦理训练是否可以真的有效 以及说 到底伦理标准这个东西 是否是可以被教导而改变的 是有相当的一个争辩 但是一般而言 大部分的人的认知是来自于说是 其实这些伦理的训练 还是可以或多或少的影响到 我们伦理的一些行为 去提高我们一个人他的伦理发展的一个程度 或者至少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到一些商业道德问题的认知 很多的时候这些不当的行为 就出现在于说是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这样子的行为会造成一些伦理的议题 以至于我们就做下去了 所以现在的一些业界当中 我们很在乎的是来自于 为什么很多的百里阶层 会无意当中去犯下了一些重大的一个不伦理的行为 所以我们的训练重点之一应该是在于说 提高员工的一些伦理议题的知觉的能力 使他知道自己在碰到这个问题来讲 事实上是有一些所谓伦理道德的面向 必须要纳入考虑的 希望透过像这样子的标准 能够让员工来去提高他们更多的一些伦理的行为 以及帮助我们打造一个合乎伦理标准的一个组织 除此之外 除了员工和公司自己的一些集合之外 甚至更提倡的是来自于一种叫做独立的社会稽查 独立的社会稽查它指的事情是说 我们要由公司以外的第三人 这些集合的团体 扮演着类似像会计师去集合公司财务报表的角色 以第三人的角色来对于公司的一些行为 进行伦理或者道德的稽查 一般而言 大家认为说 当我们使用到独立的社会稽查的时候 比较容易帮助我们 让不当的这些行为可以被发现 一个好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道德稽查的计划 它应该是要有定期的跟无预警的稽查两种 一般来讲 为了维持这样子的诚信 这些稽查人 它应该要直接的跟董事会负责 并且把结果直接报给董事会 这样子的话除了可以来与这些稽查人员力量之外 也可以减少这些稽查人员被公司内部的人 报复的一些风险 除了依靠外部的人来帮助我们检视一下 公司内部是否有些不当的行为或者措施 事实上员工本身就是一个帮助我们 可以去发掘公司里面一些不当行为的做法 普通刚刚所提到过的一个调查所显示的 绝对员工多或多或少的 会在公司当中发现到一些不当的行为 但是有不少的员工会在去揭发这些行为的时候 而遭遇到了一些刻意的 刻意的报复或者是无意的排挤 因此对于公司来讲 我们不需要建立起一些保护的措施 可以让我们的员工在面对道德难题的选择的时候 可以做出对的决策 而不会担心到受罚的问题 也因此我们必须要能够对于提出这些道德意的员工 提供相当大的一些保护 那么这些方式来讲可能包括了事情是说 例如像我们要设立一些道德的专线 来帮助员工去举发一些公司的弊端 而且管理者本身也必须要能够去扬弃 这些报喜不报忧的文化 让这些不好的一些公司的状况 可以及早的发现 并且被及时的加以处理 像美国来讲了之后 美国他们就立法通过了一种 叫做杀兵法案 在这里面来讲的时候 在公司里面 揭露公司不当作为的人 他们应该要受到相当大的一个保护 并且如果管理者对于公司内部的密报者 采取了报复措施的话 他们会受到相当严重的一些惩处 再次要强调的是来自于说 要去打造一个具备伦理行为的组织的时候 领导者是相当重要的 领导者本身 他应该要作为一个诚实且道德的表率 影响当中我们会希望这些领导人 他们是可以去说实话 不要刻意地去隐藏或者操控这些资讯 并且勇于去承认他的错误 而这样子的领导人 我们也希望他可以常常跟员工做沟通 来分享自己的一些价值观 进而去感染他周围的一些部署 同时他也必须要能够想办法 去建立跟组织内部 跟团队当中的一些共同的价值观 并且善用讲迟机制的设计 来让组织内部的每一个人 都可以把伦理道德这样子的东西 当成是一件事情 对于公司来讲 到底一个企业组织 我要顾及哪一些除了赚钱之外的行为呢 除了刚才所提到过的 经济责任、法律责任 伦理责任跟社会责任之外 还有另外一种说法 可能是像是 John Elkington这个人所提出来的 他认为对于一个企业来讲 应该要符合三重原则这样子的准则 所谓的三重原则 他所泛指的是一个企业 他必须要深深地思考一下 他如何的才能够持续地发展 并且立足于不败之地 对于Elkington这个人来讲的时候 他认为对于企业而言 最重要的事情是说 你不要只先想着 你要怎么样子来行 所谓的一个获利的极大化 重要的事情是说 你要想办法坚持到 你的一个三重底线的一个原则 这个部分来讲 三重底线所泛指的是来自于 企业的经营者 你不需要想办法去兼顾 企业本身的一个获利 你对于社会当中的一个基本的责任 以及你对于一个环境保护的责任 因为一个好的企业 需要能够在兼顾这三种责任的行程之下 才能够确保企业的一个长久的生存 以及与社会的一个共融 共同繁荣这样子的可能性 也因此对于现在企业来讲 绿色管理就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一个议题了 所以绿色管理指的事情是说 企业他在面对到环境议题的时候 他该用什么样的态度 来去面对这些环境的议题呢 学者们会发展来一种架构 叫做绿因浓度 Sharedness of green这样子的方式 来去描述出来企业可能 当他面对这些不同的环境议题的时候 他可以持有的态度 他把它分成了四种 分别是守法途径 Legal approach 在这个Legal approach的行程之下的时候 他指的现行是说 企业应该要想办法反映出来 他有义务要去遵守一些环保的要求 对于这样子的组织来讲 他们认为所谓的最低的一个环保的标准 就是要尊重到法律的规范 除此之外就是像这样子而已 第二种途径 较为更为重视环保的一个需求的途径来讲 叫做所谓的市场途径 Market approach 在这样子的概念之下的时候 组织应该要对于顾客的一些环境的偏好 也要有所回应 而顾客对于环保产品的任何的要求 组织应该要尽量的想办法来提供 例如像是当我们的客户 他们对于我们使用了过多的一些塑胶制品 还有所遗余的时候 在这种情形之下 企业可能会提供一些 例如像是指的一些吸管 或者是一些可以再重复利用的筷子之类的方式 来帮助客户可以达到他们所追求的环保的一些要求 第三种叫做利害关系源途径 Stackholder approach 在这个approach之下 企业可以采取的态度是尽力的满足 组织内部所有的利害关系人 例如像是员工 供应商或者社区对于环境的一些要求 第四种态度叫做积极的途径 积极途径activist approach 一般来讲也可以把它称为叫做深色的一种途径 在这种情形之下 企业应该主动的去寻求各式各样可能可以保护地球的方法 并且去展现它最高的一个环境敏感度 甚至在法律的要求之外 去主动的发展出来一些可能那些产品或者技术 来去提高大家对于环境的保护 对于他们而言 他们在做的这样子的方式 就是一种善尽社会责任的一种范例 那么像这样子一种 从说法的途径到市场的途径 到利害关系人途径 到这些途径来讲的时候 这里面所反映的就是来自于说是 企业到底把这些对于环境的一个责任当作是一个最低标准的 手法就好这样子的程度 还是把这里当成是一个主动的环境保护的一个介入者 透过自身的行为来改进社会 整体对于环境保护的一个可能性的不同的分类的方式 由一个例子来看 埃斯兰这家公司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埃斯兰是在英国的一个超级市场 目前它主要的一个产品是冷冻食物为主 那像这样子的超市 它除了去进口别人的一些产品之外 它本身也会提供一些自己开发的自由品牌的产品 埃斯兰他们觉得说 现在全球暖化的一个议题 这个议题当中很大的一个比重 是来自于我们过度的砍发羽鳞 那么为什么会砍发羽鳞呢 这个时候就要涉及到一种产品 叫做Punk Oil 中旅游这样子的产品 中旅游这样子的东西 它对于食品业 或者是在很多的一些运用品业来讲 它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原料 因为它本身的一个化学性的特性 使得它很适合拿来做 例如像肥皂 或者是说一些运用品的一些使用 但是为了要产生Punk Oil 中旅游这样子的东西 就必要种植大量的一个中旅树 而中旅树最适合种植的地方 就是在这些热带雨林的一个地方 也因此包括像是巴西 或者印尼 这些重要的一个雨林带的区域来讲的时候 很多的农民 它就为了去种植像这样Punk Oil 中旅树这样的一个东西 而去大幅的砍拔掉了既有的一些雨林 也因为像这样子 埃斯兰就让取了一个计划 它希望在2018年的时候 它可以逐渐的就变成第一家 在英国的超市 它不会再使用任何中旅游相关的一些原物料 在它自己的一个自由品牌的产品里面 也因此让取了各式各样的一些研究计划 想去达到这样子的标准 当然很遗憾的事情是说 到了2018年之后 它发现这样子的目标还是很难达成的 但是它努力的让它的自由品牌的产品当中 有93%的产品 不再去使用这些所谓的中旅游的一些原物料 而去使用的一些替代品 来降低了它对于中旅游的一个需求 而像埃斯兰这样子的一个公司 他们这样子的措施 在国外也有其他的一些公司朝向 这样子的方法来努力 例如像消费品公司里面的大厂 如PMG或者Unilever这些公司来讲 他们也曾经浪取过这样子的计划 来试图用自己的一些手段 去能够创造出来更为环保的一个世界 好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对于社会责任的一个介绍 我们就介绍到此 谢谢各位